Hello 大家好 我是阿淳 不知道各位都是怎样与人相处的呢 是社交达人还是社恐新人呢 今天我要讲的番具女主就是个社恐晚期 但说社恐不太严谨 她是有社交障碍 就是那种她想和你交朋友 但是你要和她说话 她可能会被吓死 不过这女主有一点好 不怕女主不说话 就怕女主是笑话 人家长得好看 好看到就算不说话 也有人甘愿做她的狗 一生都伴她左右 这不番就是古剑同学有交流障碍症 新学期开学 男主直野人人考上了她理想中的重点高中 她性格比较软弱胆小 主要是初中的时候又中二又臭屁 出过很多球 所以她上高中后的目标就是 学会察言观色保持低调 尽量不惹事 因为惹完了她是真怕事 她刚换完鞋 发现旁边的人鞋柜和她是同一排 应该是她的同班同学 男主热情的打招呼 一抬头看见了一个身材高挑 长相绝美的女同学 没错 这就是女主古剑萧子 古剑没有回应男主的问好 快不走开了 到了班上男主发现 她的同桌就是古剑 而且周围同学的视线 打在她身上真的非常痛 看样子大家都在嫉妒她 可以离女神这么近 由于大家对古剑的态度非常的狂热 作为同桌的男主 已经受到了不同程度上的伤害 甚至被撞到昏厥后 连体育课都没赶上 这根本不是她期盼中 风平浪静的高中生活 男主醒后 隐约的听见了古剑在说话 男主这才反应过来 确实从来没有听到过古剑说话 他终于发现了盲点 难道说古剑是交流障碍症 古剑一看 男主看透了他的心 随即在黑板上奋笔集输起来 他向男主倾诉了他的苦恼 他很想和别人交流 但一旦他靠近别人的身体 就麻了 一句话都说不出 他想交朋友和朋友谈天说地 写着写着 古剑颤抖了起来 男主瞬间心软了 可怜的娃擦擦眼泪吧 只是打格呀 那没事了 随后男主也在黑板上写了起来 他和古剑聊天气聊樱花 从诗词歌赋谈到人生哲学 掉落的粉笔墨是二人走心的证明 男主也下定决心 要帮助古剑完成他的梦想 交一百个朋友 但这事可不是那么容易的 因为男主所在的学校 是个异类聚集地 录取不需要鄙视 只需要面试 只要有个性就可以被录取 也就是说 你要是没带点什么大病 这学校是不收的 而说起交朋友 男主第一时间就想起了 他的青梅竹马 紫毛 紫毛是男主的初中同学 身份不明 性别不明 时男时女 很难分辨 对于男主来说 他只有紫毛一个青梅竹马 但对于紫毛来说 全校都是他的青梅竹马 男主和紫毛说了古剑的情况 但没想到 作为交际花的紫毛 瞬间就给拒绝了 事后他对男主说出了实情 其实紫毛小时候就攻略过古剑 但古剑那个时候 症状就很严重了 从来不和别人交流 社交达人紫毛 遭遇职业生涯上的滑铁炉 被古剑打击的 卧床一周才好 但在男主的坚持下 紫毛还是决定 事上一事 这天放学后 紫毛和古剑一起回家 整个过程就是紫毛 滔滔不绝 古剑不言不语 场面很是尴尬 紫毛正说着 一个黄毛找上了他 黄毛也是紫毛 万千个青梅竹马之一 不过他多了层心思 他这次是来对紫毛表白的 是男是女不重要 玩的就是心跳 在被紫毛拒绝后 黄毛不依不饶 多有一种要吃了紫毛的架势 这时古剑出手了 但他没别的意思 就是想把黄毛掉的钥匙还给他 结果黄毛看到古剑这一脸严肃 直接被吓退了 紫毛也是发现了 专属于古剑的乐趣 同意了座谈的朋友 之后紫毛还对古剑进行了交流训练 他故意让古剑去买一份 非常刁钻的饮料 为的就是让古剑开口说话 结果古剑去是去了 嘴是一下没张 看到老板一愣一愣的 紫毛的交流训练失败后 他就又制定了一个计划 那就是找一些和古剑性格相仿的人 这样比较好交朋友 本次计划的目标就是这个绿毛 绿毛没有女主那么内向紧张 但他比较胆小自卑 也不太敢和别人交朋友 男主和绿毛说了古剑的情况后 绿毛惊了 随后也拒绝了古剑的交友申请 原因就是我这种人 怎么配合古剑同学交朋友呢 嗯 这种情况 不得不承认绿毛是有点癖好在身上的 之后班上要竞选班长 以古剑在班上的影响力和同学们对他的痴迷程度 肯定是全票通过了 但那还是感到非常为难 男主看出了他的求救 本想英雄救美主动报名 没想到紫毛却举起了手 紫毛率先反对古剑做班长 就在他要被同学KO的时候 他说出了一个让人无法拒绝的理由 行啊兄弟你这波反向操作很是厉害 紫毛像个传销猴子一样瞬间拿捏了所有同学的心 最后经过大家的投票 古剑同学在班里担任的位置是神 而班长这个职位就落在了男主身上 大家选他也不是因为他的能力 只是希望他能伺候好古剑 简单来说 男主在大家眼里只是古剑的一个仆人罢了 晚上回家后 古剑无聊的摆弄着手机一不小心就拨通了男主的电话 男主的声音传来吓得他赶紧挂断了 但男主怕古剑有什么事又打了过来 说实话伪装复分 但声音满分 古剑作为校花不仅仅是吸引男生 也有很多女生拜倒在他的校群下 这个棕毛就是古剑的头号大粉头 他无时无刻不再关注着古剑 甚至连古剑掉的头发也要猛吸过后收藏起来 总之就是变态 这一天古剑坐到座位上时 突然感到了不对劲 原来是男主没来上学 棕毛坐到了他的旁边 而此时的男主正被五花大绑在某个房间 从墙上的照片不难看出 这就是棕毛的房间 在学校的棕毛霸占着男主的座位 欣赏了一整天古剑的盛世美颜 放学时紫毛提出要去棕毛家玩 本来棕毛是拒绝的 但一听说古剑也会去 直接就馋得流口水了 但男主还在他家这是个棕手的事情 紫毛和古剑来到棕毛家后 棕毛先回房间处理了一下男主 他把男主藏到了衣柜里 并狠狠地威胁男主 要是出生就把他给活埋了 但男主还是闹出了动静 最终这一犯罪现场被紫毛发现 棕毛藏不住了干脆摊牌了 他就是嫉妒男主能做古剑的朋友 还有就是他一个超级病骄绑个人 又算得了什么呢 古剑看男主获救也不准备多呆了 但在走之前他告诉棕毛 他自己的朋友还是要他自己选 得知古剑的态度后 棕毛意识到了错误 还主动向男主和古剑道了歉 古剑接受了道歉 朋友加一 转眼间就到了暑假 紫毛约了古剑男主 棕毛绿毛一起去游泳 这是古剑第一次参加朋友们的集体活动 出门前他紧张地查看了好多次随身物品 古剑的私服确实挺好看的 但我不得不说绿毛才是真的让我一眼前一大 他迟到我也完全可以理解 毕竟时刻都在负重前行 终于遇到了棕毛心心念念的更衣室 他早就想看古剑换衣服了 他更想看古剑到底穿什么类型的泳衣 棕毛麻了 出来玩 穿学校泳衣 是不是有点太不对滋味了 为了不让大家看到古剑独特的口味 棕毛还是带他去买了新的泳衣 嗨 还得是新的 省不了 男主陪着古剑去玩了水上滑梯 古剑还和大家一起比赛憋气 玩的是非常开心 就在古剑想和紫毛去跳台的时候 他一个不小心摔倒了 问题倒是不大 但包扎过后他就不能下水了 只能在地上给大家看行李 紫毛担心古剑会自责自己破坏的气氛 便又拉着男主去玩了 但他们玩他们的 棕毛是个干实事的 他要把伤到古剑的地面给铲平 紫毛玩了一会儿 怕古剑太无聊 大家便开展了水枪战 这是古剑参加的第一次集体活动 也是他最开心的一天 这天学校举办了运动会 古剑参加了一些集体项目 但他不知道这到底是好事还是坏事 因为在拔河的时候 古剑左右两边的同学都被他的美貌迷晕了 拔河比赛瞬间失败 那个这个班还有救吗 绿毛算是最争气的人了 明知道自己负重前行 还参加了障碍接力赛 他是第一棒 任务是吃面包 只见他跌跌撞撞的向前跑去 两颗椰子因起跳上下不安的扭动着 这波运动复分 但艺术分满分 最后一棒是男主 他要先绕着棒球棒转圈 再跑到终点 古剑在紫毛的鼓励下 也开始为男主加油助威 本来男主在绕圈的这个环境已经倒下了 但就在一瞬间 他的目光穿越人群 精准定位在了古剑身上 男主瞬间雄起 有表冲爆 然后得了个第三 名字不重要 重要的是古剑说话了 还有什么比声优上线更让人激动的吗 运动会的最后一项是接力赛跑 古剑是最后一棒 但他跑着跑着 不小心滑倒了 周围的同学都惊了 但马上操场就响起了为古剑加油的声音 满身泥土的古剑爬起来继续冲刺 最终得了一个第二名 但班里的同学已经没有人在意名次了 大家都关心古剑有没有受伤 这样的同学情 我直接泪目 马上要举办学员祭了 紫毛和男主在征求全班同学的意见 看看大家都想在学员祭中做什么 有人喜欢女仆咖啡厅 有人想做鬼屋下人惊 有人想做乐队唱歌厅 有人想玩打地鼠 缓解心理疾病 看大家实在是无法统一方案 男主便去问了问古剑的想法 听到古剑投票给了女仆咖啡厅 班上瞬间全票通过直接安排 同学们此时的想法无比一致 那就是必须要看见古剑穿女仆装 班上的人们马上就开始着手准备了 而古剑的任务就是 坐在神的位置上供别人参拜 学员季开始古剑也换上了女仆装 很显然他不太习惯穿短裙 而在紫毛的刻意安排下 男主也穿上了女仆装 而且他这件还是古剑穿过的哦 男主化身一个死于远的粉毛 女仆咖啡厅开业后 古剑的妈妈也来捧场了 顺便还带来了古剑的弟弟 弟弟一来就坐上了神位 还别说真的很配 妈妈走后 紫毛让古剑出去宣传女仆咖啡厅 至于怎么宣传 紫毛自有安排 他就让古剑穿了女仆装走了两圈 这名人效应瞬间就来了 其他单位的人都被古剑吸引来了 女仆咖啡厅人数爆满 听说天台在搞少年说 紫毛便拉着古剑和男主去看 少年说也就是天台上喊出心里话 或者秘密什么的 古剑稀里糊涂的被紫毛推了上去 紫毛想让他宣传一下女不咖啡厅 但古剑这性格大家又不是不知道 他连说话都不敢 更别说当着这么多人的面 底下的同学们等了很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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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面还是一点动静都没有 但大家没有催促 时间只是倾听神鱼的小小代价而已 终于古剑出现了 他深呼吸 他准备说了 底下的同学们开始议论纷纷 终于所有绅士的想法趋于一致 女仆加喵 也就是说古剑会带着猫耳穿女仆装 人群沸腾了 紫毛想要的广告效果也就达到了 女仆咖啡厅也收到了多人好评 校园季结束后 紫毛叫同学们一起去KTV唱歌 大家主要还是想听古剑唱歌 但由于他第一句就没跟上前奏 导致整首歌一句也没唱出来 我也终于理解了 什么叫还没开始就结束了 虽然古剑唱歌不行 但他做气氛组是足够的 谁的场地他都没忘了跑 愉快的一天就这样结束了 古剑回家后把朋友的名字都写了下来 这是男主帮助他交的朋友 虽然还没达到100个 但他相信总有一天回到的完结洒花 在看这部分之前 我大概了解过一点 我以为古剑最多是个社恐 肯定是被男主拯救的完美大结局 万万没有想到一共12集 古剑也就一共说了5句话了 如果说男主和古剑要有感情发展的话 紫毛一定是最强助攻 没有之一 因为一切外出的活动都是紫毛安排的 他心思细腻 能看出古剑因受伤而不能游泳的苦恼 他也很热心 会鼓励古剑去给男主加油 这不纯纯助攻人吗 我要有这种好兄弟 纵望我都得消醒 很推荐大家前去追翻 通篇都是暖心的日常 还有就是古剑的大野画风也太可爱了 要是能出手办就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记得订阅我 点亮小铃铛哦 爱你们